开门 开门 魏无羡 如果你能活到明天 我便放了一马 你若是死了 那也只能怪你那张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嘴 你就乖乖待着 好好跟他享受这漫漫长夜吧 温城 王八蛋 开门 回去 你们把魏无羡带去什么地方了 不该问的就别问 少给本大爷添麻烦 住手 你们下去吧 魏无羡呢 魏无羡呢 他还没有回来 他不是被温朝带走了吗 他肯定女生 她是无缩等的 你的身界 他肯定人 他以为被判罪了 他死了 你是不是会判罉 那当然 你都会判网速度 救命 臣宿臣 文婧 魏公子 魏公子 文婧 魏公子 你的伤 对了 我给你带药了 这是补气单 可以帮你顾本赔源 还有这个 这是宁血草 外敷的 不可内服 先不说这些 你和你姐 怎么样 文婧没事 不必担心 不过 温常 把他带回来之后 确实又被温叔叔训斥过 因为我和蓝湛 不知道 温叔叔跟他说了什么 总之 他从地火殿回来之后 就 就怪怪的 他还跟我说 跟我说 不要离我和蓝湛 何必呢 什么事都自己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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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兄 温兄 谢了 魏公子 你不必跟我说谢字 他们做了那样的事 我觉得 很对不起你们 特别 特别 特别是云深不知处 出了那样 那样的大事 云深不知处 怎么了 你 你不知道吗 文婿 从云深不知处回来之后 宣称 一帮蓝湿青里门户 坏人新生 我还听说 他放火 烧了大半个云深不知处 百年仙境 就 就这么被毁了 蓝湛的伤 因为 锁不到最后一块银铁 兰儿公子的腿 是被温絮 生生打断的 妖子 蓝公子 你别动怒 小心伤口 对了 我不能久留 我姐会发现的 这戒药 你拿好了 温絮 大恩不言心 多多保重 这些药 还是留给蓝湛吧 这些药 还是留给蓝湛吧 这些药 喂 无限 还活着吗 还有几条腿呀 我们家那位小宝贝 昨天表现得怎么样啊 放在嘴边的肉 放在嘴边的肉都不会吃了 看来真是平时把你喂得太老了 没用的东西 温超 你叫一头畜生畜斩 算什么英雄啊 有胆子 咱们一对一单挑啊 嘘 别着急 今天是你命大 以后我们时间还多着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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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